我回來了 我掛著你, 好嗎? 好…我終於見識到 彼薩斜塔的格局和氣派 我真的享受了 我真的享受了 你怎麼這麼早回來? 你是不是想起有些事要懷念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個姿勢 過來看看 過來… Charles… 羅小姐… 羅小姐說的Charles 在意大利話的意思就是HELLO 你好… 意大利的甜甜流心朱古力 我和Michael也很喜歡的, 試試吧 謝謝 歡迎 Michael, 我留了一些東西在你身上 在我身上? 在我行李身上? 什麼? 這個…怎麼會在這裡? 就是這樣, 不小心拌在你身上 為什麼? 有什麼這麼奇怪? 我們走的時候, 撿行李撿得這麼急 好, 先走了, 我們待會見 先走了, 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 剛才那個真的是一個… 那個是一個鞋子, 你別說錯 那個不是一個鞋子, 是一件泳衣 泳衣… 是泳衣, 我親眼看著她脫的 什麼?你還看著她脫? 不是, 我是說我親眼看著她的游泳 而那個鞋子, 她就自己在更衣室脫出來 那件泳衣怎麼無緣無故在你的行李出現 我睡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撈亂了 睡了, 你真棒 不是, 你們想這樣 我們分開房間睡, 分開… 不同房間帶的痕癢又撈亂了 這個享受是…這個享受 我說的那個享受就不是你們想的那種享受 我不知道我們想哪種享受 我不跟你們說 總之都說了我跟她是沒事的 說了不是, 是想別人有事的 你們全都想錯了 Michael, 你覺得我漂亮嗎? 不漂亮? 那你們又覺得我漂亮不漂亮嗎? 漂亮… 當然是漂亮 別人整天都說 女人不可以同時漂亮又有腦 那你們覺得又是嗎? 不是… 那就是證明女人可以同時又漂亮又有腦 正如商業和藝術可以同時並存 只要拿到中間的平衡點就可以了 所以我相信Michael一定可以設計出 一棟擁有藝術氣質 同時擁有五層雙牆 八十層豪宅的建築物 既然是我提議和Michael一起去實地口測 這次我一定會負責這件事 我不會讓別人有話說的 好, 既然Lonita現在肯幫Michael的話 那這件事就沒問題了 Charlie, 綜合剛才的資料 發展商方面和投資者方面 先幫我拖著你 好… 來, 經理, 公司上上下的人 幫我安排好了 隨時要準備好這個項目 我先走了 好, 今天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項目要談? 有…還有一點問題 問題是…這個 姜姐, 我不永遠懷念你 這個行動是昨晚出現的 本來就說懷念我們一位已經離世了舊同事 我們公司的同事離世了一周年 大家懷念他沒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留言上 那什麼鬼?那些人這麼噁心? 留下了一些古靈珍貴的東西 還有留言, 真是沒有好東西 現在情況就有點失控了 所以弄得公司的屋子很差 這些就是關乎個人的人緣 這位同事已經離世了一年了 還有這麼多人扔屎 我相而知 時間都不能沖淡同事 對於這位同事的不滿 怎麼會呢? 根本就是公司的同事質素出現了問題 其實我認為公司應該出了一個檢查 去重新教育這些同事 要檢點點東西 而且不能用假名在網上 留下那些不知道什麼訊息 然後不負債就算了 那就是有點尷尬, 因為今天出現了 另一個新貼文 但效果是完全相反的 七天在伊特利 為什麼我們那些私人想 會跟別人貼文上網? 是我貼文的 這些怎麼會是私人想的呢? 我們是用工費代表公司去實地口測 即是代表公司大力支持這個項目 支持商業和藝術的結合 事實上, 去完這次的口測之後 對公司未來的發展是有莫大的利益的 公司有百多個員工 現在已經累積了一百零百個讚 可見大部分的同事對這個貼文 都有正面的回應 不僅是振奮士氣 簡直是讓大家看到 公司對同事的栽培和付出 這些正是反映出同事 對這兩個貼文正負面情緒 幸好拿這些貼文失敗 才可以將姜蓉這個貼文引發出來的 負面情緒完全遮蓋了 這件事真是葉叔處理的 很簡單而已 對公司有正面的影響 保留要負面影響, 三處 是… 有相為證, 沒話說吧 底衣服也撈亂了, 你說沒話? 我還以為他急著趕回來 是記得姜姐的死忌 你們三個 立刻給我剷走懷念姜蓉的帖子 為什麼? 對同事構成滋擾 引起不安情緒影響公司士氣 明白了吧? 你們只是玩針對 你千萬別這麼說 這些是上面高層開完會之後的決定 不服從高層的指示 是不是想我立刻給你們一頓報告? 不用了 我也是根據管理層的最高指示 你又來幹什麼? 我這次總是發了項目的案件給你 我不是要D, 我要連無夾市給我 我真是感謝你們幾位大帝 我現在要想辦法繼續拖著投資者 這都是管理層的決定, 好嗎? 剷走姜蓉的帖子 都是管理層的決定, 馬上剷走 你們幹什麼? 是… 這裡的部門是你們的部門嗎? 你們有什麼資格去命令設計部的同事 剛才我們開會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會做事嗎? 是…管理層的決定 你們這麼快失憶? 剛才在會上我不是說了 我會負責回整件事嗎? 什麼? 就是說以後你們要設計部做什麼 拿什麼都要問過我 是的, 胡小姐 那還不走? 走… 那些人真是的, 一開完會就想騎過街 我也知道你不習慣這種辦公室政治 你放心吧, 我不會只得一個講字 我一定要幫你處理它 Lilita, 其實那些照片 為什麼會放在網上呢? 剛才不是說了嗎? 對公司有正面影響 你看不到有多少人失敗嗎? 其實這樣真的不太好 有什麼不好? 可以鼓勵到公司的同事嘛 況且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意大利的那種開心 你別這麼自私吧 只有我和你們知道 那幾天發生過什麼事 我們倆是真的沒事的 免得惹人家誤會 而且我們真的出去公幹的 就是了, 你只顧著公司 我和同學的面子… 好像他們真的沒事的 是嗎?哪一句? 你這個老是否裝肌肉? 你這個老是否裝肌肉? Lilita, 我洗了個咖啡給你喝 謝謝 我的咖啡很難喝, 不好意思 還可以的 不然不是我洗開的 我知道, 你以前的演員洗嘛 我學了成年, 但始終洗不起來 以前喝的那種味道 他這份人雖然原來有點差 不過人家這樣說他 我也明白你的心會不舒服的 你放心吧, 我會叫人刪除了個帖子 讓人家沒機會再說他 我會處理的 又公又私地去又浮 我都不知道多餓得你去 你是不是開玩笑了, Hugo 當初是你推薦我接近Michael 說盡快搞定這個項目 今天行得了, 你肯下水是真的 書磚降貴, 我以你的人脈和手段 居然親自貼上一些照片 還半公開地拆Michael的旗 Michael真是這麼難搞 出了一趟旅程也沒用 我何時走哪一步都需要你教我 我只是給你提示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會欣賞你的 我學弟十幾年中醫藝術 沒說過錢, 女人沒什麼興趣 他身邊真的沒有其他女人? 有一個, 不知道算不算是 你指的是死了我的肝腰嗎? Michael怎麼會敲這種女人? 我只知道這十幾年 是他留在Michael身邊最久 Michael是最聽他的話的 不過他死了之後 整個部門好像進了雪櫃 廢了武功似的 他去完意大利回來 連你的溫度也幫他解決不了 我想Michael當他是媽媽而已 但是, 拾時間沒有媽媽在身邊 他會拿手不成勢的 這個女人跟他十幾年那麼久 或者他會掛念做體驗 憑我的條件, 我會搞他不行 什麼事? 乾杯